告诉你吧 那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伴只有在跳出海洋的时候 才能够飞得起来 原来是你们呀 在海盗之月的亮光下 看起来就像 不管它看起来像什么 我才不管哪 我只在乎的是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食堂 而我们都不欢迎你 我不抢你们的食物 我火箭 我想要的只不过是海盗王之剑 如果你想让我白来一趟 你就太不了解我们海盗了 我的朋友 你也不了解我们剑鱼 想跟我们斗 你肯定好好考虑考虑 我们是以剑为生的 我们用它来加速游泳 击碎我们的食物 同时也保护我们自己 三对一 不错 正合我一 看见 看来你们没想到 我能比你们还快吧 等着瞧 来抓我呀 我被掐住了 我被掐住了 毛正在脱落 要是它掉下来 那我就 别担心 火箭 我来救你 我的爪子动得快没知觉了 没有力气握住东西 把手放在我们头旁边 所以之前我感觉到的暖流 就是这样形成的 你们太神奇了 不 我们只是普通的剑鱼 但是我们的眼睛可以加热 这使得我们能在漆黑的水里 看得更清楚 起作用了 我的爪子暖和多了 现在就把你拉出来吧 花鸡 追长 快抓紧这根脱绳 海底小松队 海底小松队 不要担心啊 特里 你躲在那下面就会安全的 那可不一定啊 是剑鱼 嗯 一只美味的斑鸡鱼 哇哦 哦 你在这儿啊 特里 小心 看你往哪儿跑 我来救你 特里 跑哪儿去了 还是找不到呱唧 队长 不知道它在哪儿 我们应该快找到了 队长 我听到了些奇怪的声音 这个咕噜声跟我们之前 与呱唧通话时听到的是一样的 这可能是个线索 带路 系灵通 海底小松队 我们跟上那咕噜声 特里 跟紧 这不公平 我不知道这东西还能撑多久 大西西 开启孔雀鱼挺后门 快进来 我知道你在里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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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看来它好像还真不出来了 哼 谢谢你队长 你的新朋友怎么称呼呀 这是特里 它是一只斑鸡鱼 没错 咕噜咕噜叫的斑鸡鱼 这只章鱼浮标成了它的家了 它能帮我躲过水上那些海鸟 和水下那些大鱼 好吧 特里 这样看起来 似乎你比我们更需要它 我有个主意 队长 如果我们把这只章鱼浮标留在这 你会保护好它的 是不是 科里 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你说的很对 我们班级于事拼死都要保卫家园的 对不起 这是一个坏习惯 海底小冲队 你得游得再快点才行 伙计 狮子鱼 承认吧 我的狮子鱼造型骗到你了吧 好吧 可能吧 但就那一下而已 我不知道还能这样坚持多久 瓜姬 进这里来 知道好歹的话就呆在里面吧 他已经回家去了 瓜姬 你在里面还好吗 还好 队长 按计划进行吧 匹医生 收到请回答 你找到红枣了吗 还没有呢 队长 这里面有点窄 太挤了 我们会给你争取点时间 进行第三步计划 他来了 准备好了吗 墨爵士 准备迎接这辈子最精彩的演出吧 不 有海蛇 没错 是海蛇 一 二 三 还三条呢 走开 不然我们就扒了你的皮 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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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露馅了 我还是换条路回家吧 太棒了 墨爵士 又是长五星级的演出 谢谢 皮医生 找到了吗 队长 我好像看见那只瓶子了 但它被卡住了 不不 那场鸿鱼超近度回来了 皮医生 鸿鱼就要回来了 快点 你必须离开那儿 马上 就差一点了 准备开溜了 有贼 你在我家里干什么 皮医生 抓住 干得漂亮 皮医生 拔机 业务完成 我们现在就去接你 谢谢队长 是墨爵士啊 这次我可不会上你的当了 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去碰它们 孩子 海蛇咬人可是有毒的 我知道有毒 但它们不是海蛇 它们是 海蛇 跳上来 我们得把这些药拿回去给植物鱼们 喝了它 你们马上就会康复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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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跟我说 你的演出相当精彩 精彩 精彩极了 没有你的帮助 我们就无法取得成功 你太章鱼总是乐意参加演出的 而现在 我又多了一个新的保留节目 哦 是吗 海蛇 哟 不赖嘛 海底小松队 前方有水母 队长 我看到了 啊 Tru2 我们下沉得太快了 张语宝舱门 能关上吗 我正在努力 队长 皮医生 你负责找沙丁鱼 解灵通 找斑马鱼 我去找狮子鱼 要瞧瞧的 过来 斑马鱼 我的天啊 只需一口 吞下 进来吧 抓到你了 莉莉 这是你自找的 谢谢你 路易 咱们赶紧出去吧 皮医生 呱唧被遮了 到医务室来 动作要快 热水应该会让你的遮伤感觉好些的 呱唧 已经好了 但如果不找到那两条烦人的毒狮子鱼的话 可就真的水生火热了 但至少斑马鱼安全了 沙丁鱼 我们必须赶在狮子鱼之前抓到他们 他们在那儿 你来抓沙丁鱼皮医生 我来对付狮子鱼 只需一口 推下 沙丁鱼安全了 只需一口 推下 一小群鲸鱼在正前方 咱们得离开这儿 对不起小萝卜 追上他们 跟上 鲁翼 咱们快离开这儿 再也不回来了 好主意 莉莉 队长 狮子鱼朝发射台游过去了 明白 鲁鲁兔 狮子鱼正朝你的方向游去 张语宝舱门关上了吗 马上就关上 你都来不及说 拔呀 拔呀 拔罗 拔 关上来 队长 看得漂亮 鲁鲁兔 我们现在分头找他们 点心一直都没吃成 他怎么样 队长 我们已经离开京群了 实际刚刚好 大家准备好了 要分跟头了 只需一口 抓到我们了 海底小冲队 发现他们了吗 这里除了海藻什么都没有 嗯 他们也不在这里 夜海龙也不在这里 回想一下 刚才谁拿走了那些海藻呢 呱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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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快停下来 呱唐鸡 剁碎 砖板 捣乱 搅拌 搅拌 下锅 呱唐鸡 呱唐鸡 队呱们 去厨房 剁碎 搅烂 搅拌 搅拌 下锅 看样子就只剩下最后一点海藻了 啊 伙计们 哦 没地方藏了 秋海盗别吃我该怎么说 马上停下来 你说什么 队长 马上停止 别炖了 那些是夜海浓 不是海藻 什么 在哪儿 在你手里 我的老天爷爷 尽管来吧 海盗 蛋蛋 别伤害我们 我没想要伤害你们 伙计 我还以为你们是海藻 可 你是个海盗 我也是海底小纵队的一员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保护你们这样的小生物 你们现在肯定想回家了吧 是的 但得先找到我们的爸爸 一股强大的羊流把他冲走了 华鸡 启动章鱼警报 海底小纵队 去发射台 海底小纵队 我们的任务是帮着两只夜海龙找到他们的爸爸 你们最后一次见他在哪儿 在我们家里 海藻林的边上 我们两个被羊流卷走 冲到了你们的船上 爸爸被另外一股羊流冲向了另一个方向 恐惧鱼艇就是顺着这股羊流飘回赵鱼堡的 那么他们的父亲应该被卷进了这股羊流中 羊流把它带到了原海 一只夜海龙是无法在原海存活下去的 因为无处藏身 队长 我们得去找他 要快 呱唧 提一声 还有小夜海龙们 上登陆云庭 夜海龙是很难被识别的 所以记住 将你们的章鱼眼镜设置为防伪装模式 希望我们能及时找到爸爸 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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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海藻 怎么在哪儿都看不见他呀 等等 那片海藻看上去好像 爸爸 哦 不 他被冲走了 别担心 我们会游出去挂鸡 我去救他 队长 抓到了 你安全了 哦 谢谢 别担心 小家伙们 我找到你们的爸爸了 哦 爸爸 我没事了 孩子们 我在这里 我很好 海底小纵队 队员们 这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盗 也是我的爷爷 咔嚓船长 咔嚓船长 很高兴见到你 就一个 非常高兴见到你们 海底小纵队 但现在我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去寻找神秘城 来吧 伙计们 就在这片沼泽的另一段 啊 你是说 我们的沼泽 但是 我会让你们通过的 谢谢你们的帮忙 来吧 伙计们 向神秘城出发 肯定就是这里了 准备好大开眼界吧 什么 神秘城呢 嗯 应该就在这里啊 嗯 白折腾了 等等 啊 我想这一定是潮涌的浑水 侵没了环礁湖 而现在潮水要退下去了 快看 哦 我的老天爷啊 淡水海绵 真漂亮 好吧 我想这就是神秘城吧 伙计 你是说根本没有宝藏 啊 寻宝的过程才是最珍贵的 伙计 我们的精力已经够刺激了 是啊 确实如此啊 我的老天爷啊 这些鱼我可从来都没见过 一个都没见过 这全都是新物种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你们俩干得漂亮 哦 太美了 太棒了 呱唧 我要踏上旅程了 啊 我已经在亚马逊待得太久了 还有更多冒险 更多宝藏和惊心动魄的事等着我呢 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我 跟您走 想象一下 咔嚓船长和呱唧一起环游世界 爷爷 我 呱唧 来看看这些鱼 要游得飞快的那种 你肯定喜欢 呱唧 爷爷 能和您同行真的很荣幸 但现在我只有一个家 那就是海底小纵队 我会永远保留一颗海盗的心 但我的船是章鱼堡 呱 我能理解 呱唧 你舍不得亲爱的伙伴们 你是一名优秀的海盗 也是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 来呀 皮特 我们要走了 呱唧 再见了 瓦唧 再见 不论你去哪里 我都会出现的 好的 爷爷 一定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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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